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12月1号高通举办了线上2020骁龙技术峰会 发布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全新骁龙旗舰产品 骁龙888芯片 根据官方介绍 骁龙888是高通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移动平台 亲命名代表着旗舰中的旗舰 体现了产品的优越性 那么这一代的骁龙888性能有哪些大幅提升 又带来了哪些功能和技术更新呢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产品 但是根据已经发布的信息 咱们来简单聊一聊 今年发布的骁龙888移动平台 内置了开入680的CPU 采用了全新的CPU架构 是行业首个采用ARM Cortex X1架构的移动平台 具体的说 骁龙888搭载了一颗2.84GHz的Cortex X1超级大核 三颗2.4GHz的Cortex A78性能内核 以及四颗A55效率内核 总体上和上一代的骁龙865三重级架构接近 虽然频率上并没有什么升级 但是5nm制程工艺的进步 和Cortex X1超大核的配置 以及官方宣传的25%整体性能和能效的提升 都保证了这颗CPU足够亮的性能表现 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实际体验 在网络方面 骁龙888移动平台将为新一旦旗舰智能手机 带来超快的处理速度和稳定的性能支持 同时也带来了更强的移动通信和最新标准的无线连接 这次骁龙888集成了高通第三代5G调制解调器 及射频系统骁龙X60 这是高通目前为止最强的基带 支持5G SIM6载波聚合和毫米波 支持下行速度高达7.5Gbps的5G网速 骁龙888还搭载了Fast Connect 6900移动连接系统 在WiFi和蓝牙连接技术上均有提升 Fast Connect 6900可以提供目前移动WiFi业界最快的WiFi6速度 高达3.6Gbps 同时还支持WiFi6E的全新6G核资频段 当然前提是你的宽带得够快 此外骁龙888还支持了蓝牙5.2的连接技术 以及蓝牙双天线可以有效提升蓝牙连接的稳定性 5G的高带宽支持海量信息数据的传输 低延迟保证了信息数据传输的同步性 伴随智能手机的更新连代 未来的距离或许不是你和我有多远 而是我在这里你却没用上武器 现在的智能手机除了网速快 影像能力的进步也是识别三日让人刮目相看 这样巨大的能力提升 除了传感器的升级之外 SP的算力进步也是原因之一 骁龙888搭载了全新的高通Spetual 580 并且首次支持3SP 处理速度上比上一代提升了35% 这让骁龙888这颗芯片 可以以每秒27亿像素的处理速度 支持三摄齐上阵 也就是中端可以同时且独立的调用三个不同的摄像头 拍摄三重2800万像素的照片 或者三重4K HDR的高品质视频 在以前你想要同时记录长焦广角和超广角三种焦段的视频 你至少需要三台相机 现在你只需要一台手机就可以轻松实现 Spetual 580的计算HDR技术还可以在一帧的时间内进行多帧合成 综合不同的曝光 从而输出高光不过曝 暗处有细节的生动影响 骁龙888还将AI融入了3A算法 自动对焦 自动曝光 自动白平衡 还支持10比特色深 HEIF格式 让你能记录超过10亿色彩的照片 但是文本体积却更小 这些特性的加入 相信搭载了骁龙888的手机 影像水平会有一个全新的高度 你的创作也是更加自由的 除了摄像强 游戏也更强 骁龙888这次搭载了最新的Arduino 660 GPU 相比于上代865官方表示 图形渲染速度提升了35% 在这个越来越多PC大作开始登陆手机平台的时候 为智能手机提供了更强的性能保证和流畅体验 同时高通第三代骁龙Elite Gaming 还支持可变分辨率渲染 动态调整渲染 让你的游戏表现更加流畅 这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你在玩QRF的时候 真正关注的肯定是你的车 而画面周边高速移动的场景其实你很少关注 所以就没有必要做全像素渲染周围的场景 只保证画面中心的像素 而周围画面用更低的分辨率渲染 比如四个像素同步着色而不是独立渲染 这样就可以使整体着色的总像素减少40% 从而降低GPU的负载并提高帧率 保证流畅的游戏体验 同时也能够通过这项技术减少负载 降低发热和功耗 让你玩的更加持久 这就和PC上的显卡使用的一些技术类似 通过渲染低分辨率 然后利用机器学习来拉伸 获得高分辨率的画面 从而提升阵率 骁龙八卧还带来了高通全新的GAMIC TOUCH技术 在快速竞技类手游之中 通过这项技术能够提高触控显示速度最高达20% 让你的操作更跟手 反应更迅速 除了上面咱们聊到的升级之外 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进步 就是AI 骁龙八卧内置的第6代AI引擎 提供了26TOPs的AI性能 相比于上一代提升了73% 而与第6代AI引擎搭配的 还有第2代高通传感器中枢 它里边增加了一个专用的 始终在线的低功耗AI处理器 结合5G、WiFi、蓝牙等数据流 与终端其他部分进行通信 以此来对手机进行智能调节 比如可以根据环境噪音的大小 自动调节音量 同时语音唤醒 抬手亮屏也会更加省电 高通还同时发布的 第6代神经网络处理SDK 极大方便了开发者 直接调用骁龙888的AI引擎 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5亿台 安卓设备使用了高通的 神经网络SDK 当AI应用在影像、语音、网络的时候 它就像一个聪明且称职的管家 它认得你、它了解你 能够替你打点好你的手机 给你的体验更贴心 只是你看不到这个管家 目前的安卓旗舰阵容 大多都会搭载骁龙8系的SoC 而小米已经宣布小米11 会首发骁龙888的移动平台 带来全新的用户体验 Vivo、OPPO、MAY族、E家等国内厂商 也都表示会陆续推出搭载骁龙888的智能手机 某种程度上 高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提供芯片 或者提供技术 而是和安卓的体验相互绑定了 是安卓这种手机生态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也让我们对骁龙888的实际表现更加期待 未来我们肯定也会在第一时间 为大家带来实际上手体验 到时候我们来看一看 骁龙888的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 不关这点 小伙子平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